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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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墅建在谷底 从高处看 偌大的房子 盖城上窄下宽的长方体 好似半截入土的棺材 这种风水没看到鬼气 我的法宝六灵剑也没震动 就很奇怪 我没吱声 跟大家进了别墅 却在门廊上发现一张奇怪的符传 它挂在高处 年份久远 不过保存蛮好 符文的颜色沉暗褐色 仔细辨认后 我吃了一惊 是血符 这种样式的符文 我在道观藏书阁的一本古书里见过 能隐藏鬼气 滋养阴魂 非常邪性 盗门严禁使用 我当即用六灵剑将它挑了下来 符转掉在地上 化为一滩血水 顷刻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一股阴风刮过 四周温度骤降 六灵剑也震动起来 一旁的狐灵嚷嚷道 咋突然这么冷 起鸡皮疙瘩了 范威脱向外套递给狐灵 其他人只觉得温度下降 放眼望去 整个别墅迅速被黑气笼罩 我心里咯噔一声 这是养尸地 我怕吓着大家没有声张 打算稍后独自去查看 放下行李 打电话向师父报平安 顺便提到棺材屋和血腹 师父肯定了我的判断 这里是绝佳养尸地 应该有僵尸 而且不止一只 他盯住我 尽快离开此地 千万不可大意 他还说 十几年前 这片地区闹过僵尸 僵尸袭击村民 还引发大汉 盗门召集各派书士 前来收服僵尸 师父和他的师兄 也就是我的大师父 一起参加了那次行动 可悲的是 大师父丧命于此 我浑身一颤 原来大师父是在这里先世 我对僵尸了解不多 虚心请教师父 师父说 僵尸分为黑 白 人将三种 为腐烂的尸体 不及时入土 吸收日月精华 毁尸变为黑僵 黑僵全身遍布黑毛 皱服夜出 以动物血为生 一旦稀释人血 会异化为狮妖白僵 白僵褪去黑毛 不怕紫外线 修炼时间久的老僵 还会隐身 人将是白僵的升级版 自称狮仙 不受血液束缚 混居在人类中 会干扰记忆 制造幻境 将人困于其中 当年 两任师父遭遇僵尸家族伏击 还被人将拉入幻境 困了七天七夜 大师父不幸被僵尸咬伤 尸变前自枪了 小师父拼尽全力杀了制造幻境的人将 才打破禁锢走出来 这么多年过去 那场僵尸大战 成了小师父心底最痛的记忆 听满小师父一席话 我更加确定自己不能一走了之 杀尸之仇必报 我不会放过这里任何一只僵尸 挂了电话 我溜出房间 按照六零件提示 找到一扇铁门 整栋屋子的黑气 就是从门缝里溢出来的 铁门安装的指纹锁 打不开 我从背包拿出黄表纸和朱砂 准备现场画个开门符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脚步声 大舅一家与僵尸窝脱不了关系 考虑到范威的感受 需谨慎从事 我把东西收回了背包 这时 范静笑眯眯地跑过来说 夏童 终于找到你了 我抱歉地说道 别墅好大 范家家大业大 为何住这么偏远的地方 他答道 听长辈提过 有个道士说 这里是风水宝地 能聚才望子孙 我问 门廊的符也是那个道士画的 范静赞许道 嗯 镇宅符挺灵的 这些年大环境不好 但我家赚了不少钱 我暗叹一声 服确实灵 把这块养尸地滋润得真好 到了餐厅 范威拉着我的手 让我坐到旁边 大舅母准备了一桌美食 大舅父很高兴 拿出珍藏多年的红酒 狐灵嚷嚷着 好好品尝 范威更是馋得流口水 她说 从小到大每年都来大舅家 最稀罕着红酒 不喝心里痒痒的 喝完整个人都通畅了 范圆给她杯子倒满 范威迫不及待唾了一口 忽而 放在背包的六灵箭震动起来 空气中的酒香隐隐透着骨儿血腥气 我凑近狐灵的酒杯 没闻到意味 转身找范威的酒杯 她以一饮而尽 此时 若有四屋的血腥为媒了 难道范威喝得酒有问题 我心里嘀咕一句 范威是大舅的亲侄女 也是范家二爷的独生女 大舅一家 应该不会害自己人吧 不过那股稍纵即逝的血腥味 真的很可以 范圆要给我倒酒 我以酒精过敏为有婉拒 还找个借口 劝范威和狐灵少喝 大舅母热情地给我们加菜 她说 这些菜是自重 肉也是自己养的牲畜 无乌染 纯天然 狐灵边吃边夸赞 味道好 我微微醋眉 刚刚一路走来 别墅四周空荡荡的 并没见菜园和牲畜棚 大舅母骗人啊 环顾一圈 我发现了端倪 大舅家的人都没动筷子 范威想吃菜 范圆让她先喝汤 只有狐灵在狐吃海赛 释出反常必有妖 我开天眼一看 有人用了障眼法 当即 我恰觉念咒 朝桌面一点 破了对方的阵法 下一秒 餐桌弥漫着黑色的雾气 还散发出阵阵恶臭 所有人都眼鼻干呕 定睛一看 青菜已不是菜 而是扭曲翻滚的狮虫 狐灵惊叫一声 吐得稀里哗啦 我点燃驱邪符 扔到盘中 那些东西化为血水 消失不见了 范威边给狐灵顺背 边问 大舅母 这 这怎么回事 显然大舅母没料到 我会破了障眼法 她眼珠一转 指着我 使她变出来的 大家都看到了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在我身上 我没反驳 静静观察大舅一家人 范威摇头 夏童是正派天师 不会用法术胡作非为 范元气呼呼地撑道 怎么不可能 她刚进门就把我家镇宅服弄没了 之后 这屋子又冷又诡异 范威哑了一秒 随即说道 夏童那么做 一定有她的道理 肯定不是害我们 我敢保证 这桌恶心东西也不是她弄的 此时 大舅父开口了 不管是不是夏童所为 破坏了我家的镇宅服 会影响风水和子孙福报 这件事没冤枉她吧 我们不欢迎她 请立刻离开 我拍拍范威 让她少安无躁 然后 对着大舅一家弯纯道 镇宅服我有很多 我把一打驱歇符 打成扇形帝过去 这是我用明摆朱砂化的特制符咒 比普通符咒厉害十倍 谁敢借 今晚我就放过谁 范远和范静 条件反射后退 眼里流淌着不安的身色 离我最近的大舅母 背后是墙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腿在发抖 大舅父轻咳一声 装腔坐视道 不必了 我们不稀罕 言毙 招呼其他三人快走 之前我还不确定 大舅家谁有问题 现在了然 我持见此相 最近的大舅母 剑刚出鞘 她就消失了 或者说隐身了 大舅母竟然是白将 跑了一个 还有三个 我的剑指向大舅父 范远和范静 他们以迅雷之速 纷纷隐身 没想到 大舅一家全是高阶白将 真是太妙了 六灵剑在手 妖魔鬼怪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范远目睹家人 消失全过程 将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劝慰他 僵尸是嗜血怪物 不是人 我先给你俩 清除体内邪气 一会儿再去收拾他们 我把驱邪符制成符水 让范远和狐灵服下 狐灵喝下符水后 吐出一堆爬虫 吓得直接绝过去 范远吐出红酒 化成血气消失了 红酒有问题啊 他惊恶不已 我年年都喝 我直言道 红酒应该掺了僵尸血 对你的身体是否有影响 还要再观察 有驱邪符水 净化身体 两人很快缓过进来 没什么大碍 我去拿六灵剑准备杀僵尸 可六灵剑不见了 哼 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偷剑 六灵剑与我的灵体合二为一 是我内在的一部分 谁都偷不走 我念咒召唤回六灵剑 回到手里的剑身有血迹 那血是僵尸血 剑光燃烧起来 偷剑的白浆被六灵剑刺伤 伤口难愈合迟早失血而亡 这就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眼下白浆在岸我在民 他们想玩捉迷藏 本天时不丰陪 倒掉地下室的僵尸窝 白浆自会主动陷身 我把计划告诉范威和胡灵 让他俩在这里等我 忽而 餐厅狂风打坐 一道白光闪过 我的胳膊被抓伤了 竟然不将武德搞偷袭 活得不耐烦了 我在餐厅找到半袋糯米 敷在伤口上拔尸毒 然后 贴上曲鞋符 阻止将尸毒侵入体内 处理好伤口后 我双手握住六灵剑 立在胸前 念完咒语 去 六灵剑在空中转了一圈后 静止飞向某处 只听一声惨叫 偷袭我的大舅母 从半空中摔落在地 她全身都烧了起来 惨叫哀嚎声不绝于耳 我手持六灵剑 瞄准她的心脏刺下去 等我把剑拔出来 大舅母已烧成焦弹 范家其他人不知所终 我回想着发生的一切 之前查看铁门时 我遇见过范静 她偷见会不会与铁门后的僵尸有关 大舅父急着赶我走 是怕我知道范家更多秘密吧 见我不走 还要去地下室 人将才把我拉入幻境 那我偏偏要去看看 地下室到底有什么 我把服帖在餐厅门窗上 叮嘱范威和胡林不要出去 等我回来 人将轨迹多端 白将喜好偷袭 千万保护好自己 然后拎着六林舰去找那扇铁门 楼道里黑乎乎的还格外安静 只有楼梯口的感应灯发出橘黄色的柔光 走着走着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想点起脚尖走路 而且声音来自墙面 肯定不是人了 我继续往前走 但放慢了速度 墙上的东西超过了我 一点点挪到地面 站在我前方 目光所及 什么都没有 但我分明感觉到一股儿鼻息 慢慢靠近我的胳膊 想咬我 找死 我拎起六林舰朝那鼓气刺去 一声惨叫唤起了附近的感应灯 是个男人的声音 地上滴滴答答流下血痕 一路延伸到楼道尽头的窗台 消失在黑夜里 偷袭的白浆 已被六林舰刺中面部 必死无疑 死前会被打回原形 变成黑浆 这里方圆百里 渺无人烟 天亮后 留在室外的黑浆灰 灰飞烟灭 不追也罢 我继续找铁门 很快 一扇纯黑色铁门映入眼帘 我拿出画好的开门符 贴在指纹锁上 地 门开了 正要进去 手机响了 师父 这么晚了 您还没休息 瞎痛 不管你在干什么 立刻停手 小师父立声说道 这么多年 小师父第一次用如此严厉的语气呵斥我 我委屈不解 我做错什么了 小师父说话的声音带着颤 刚刚祖师爷托梦 让我管教你 我给你补了一挂 大胸 祖师爷的话一言九鼎 不能不听 师父的补挂书很灵 不能不信 但看着已经打开的铁门 我的心跟猫爪挠一样 从我第一次见到铁门开始 就有人阻止我进去 白江隐身后尾随 企图咬伤我 现在祖师爷和小师父也不准我进这道门 我把今晚发生的事都告诉小师父 还发去铁门的照片 手机那头沉默了 片刻 小师父说道 此事非同小可 为师即可启程 你万不可轻举妄动 小师父要来 真是太好了 那就明天一起收拾僵尸 为大师父报仇 我转身要走 可铁门后传来呼救声 救 救命 有将 是狐灵 狐灵是我最好的姐妹 无论如何我要保护她的安全 我毫不犹豫打开了铁门 然而 一阵天旋地转 下一秒 我回到了卧室 此时 六灵剑再次发出红色的光 这意味着 我竟然被人将拉入了幻境 我随即在六灵剑剑身上画了雪符 一剑劈下去 瞬间回到铁门处 狐灵的惊叫声隐约可闻 救人刻不容缓 铁门后 有条十几米长的走廊 两侧是宽宽的灯带 头顶吊装了一排紫外线灯 白尺灯和紫外线灯相互辉映 把这里照得宛如白昼 这些灯不是感应灯 而是长明灯 说明经常有人来 此刻 狐灵的求救声再次传来 我快步追过去 那里有扇虚掩的门 门后是石阶 石阶左右两边有地灯 照亮了脚边的路 台阶一直向下 估摸走了百十米 来到一片开阔地 这里有很多笼子 笼子里是数不清的老鼠 地上有些死老鼠 拨梯上有窟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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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几代人的家族墓,这里除了尸体特有的臭味,还有一股沉淀多湿的血腥气,棺材里应该睡着黑僵尸,抓僵尸不难,但惊动这么多僵尸会让狐狸更危险,我打算先救人,这时,角落一口棺材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我推开棺材盖,里面没有狐狸,也没有尸体,一只老鼠正肯食什么东西,我又推开旁边几口棺材的盖子,里面同样什么都没有,正纳闷时,身后一口棺材旁边传来嚼东西的巴鸡声,我用手机遗照,是狐狸,我小声唤它,对方舒然转过头来,我倒吸一口凉气, 狐狸正抓着一只小老鼠,啃食吸血,它的脸上已长出一层细腻的黑毛,眼睛同人红得仿佛在滴血,嘴里露出的四颗獠牙森白可不,糟了,狐狸中了湿度,而且很深,必须尽快带回餐厅拔浆布, 我挤出一点纸尖血,闻到人血的味道,狐狸扔掉老鼠,张牙舞爪冲我而来,等它扑过来,我没用取鞋服,而是将定身服贴在它额头,狐狸不动了, 当我准备扛人时,身后穿了牙齿扣动的哒哒哒声,转身一看,几十只黑匠堵住了我的驱鹿,这些僵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穿明清官服,有的穿民国旗袍,还有穿现代西服, 哥哥脸上漠黑如炭,眼睛红丝燃血,比狐狸的样貌还甚人,黑江是血,他们一定闻到我身上新鲜血液流动的味道, 这种味道让他们激动难耐,兴奋异常,黑江们伸出鹰爪手,齐齐向我袭来, 我甩出几张定身符,把最前排的僵尸飞舞利用,他们变成一道动弹不得的尸墙,阻止了后排僵尸靠近, 我握紧六灵剑,大杀四方,受伤重的当场灰飞烟灭,受伤轻的原地垂死挣扎, 我背着狐狸,大摇大摆穿过了僵尸裙,无意间,发现墙角簇拥着几只小僵尸, 他们想吸我的血,又忌惮不敢上前,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血碎之物不可留,我抽出六灵剑,准备全部斩杀, 忽而,脑后有一丝疯,我惊觉被偷袭了, 电光石火间,我握住六灵剑,向后刺去,随着一声惨叫, 地面多了截手臂,从衣服碎片看,断臂属于范远,已长出一层黑毛, 看来,范远是走廊里偷袭我的白江,虽然隐身跑了,但是正在退化, 黑江犹如行尸走肉,嗜血如命,留在人间就是祸害, 面前的这些小僵尸也是如此, 我拎着六灵剑,准备把小僵尸全部灭掉, 忽然,眼前的景象由始转虚,又由虚转时, 头晕目眩的感觉又来了,下一秒,面前的小僵尸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四周虎实淡淡的几十只黑僵, 可恶,我又被人将拉入了幻境, 虽然是假的,但在幻境里受伤是真的, 恰在此时,手机没电了,眼前一片黑暗, 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血红眼睛, 说实是那时快,我用指尖写画了血浮, 六灵剑的红光消失那刻, 我回到了现实世界, 但我身边已经围了很多黑江, 各个凶神恶煞,恨不得将我撕碎银血, 我不拒他们,但狐灵的情况不好, 必须尽快离开, 我指挥六灵剑守住通道, 背起狐灵向外跑, 六灵剑横在我和僵尸群之间, 由于黑江数量越来越多, 我无法召回六灵剑, 穿过走廊时, 狐灵全身都在冒烟, 是那些紫外线灯, 开关在入口处, 我够不到, 在强紫外线照射下, 狐灵全身都烧了起来, 身后是虎视眈眈的黑江家族, 前面是让狐灵灰飞湮灭的紫外线灯, 进退两栏时, 有人关掉了灯, 夏童, 我来了, 是范薇的声音, 他身体素质好, 背起狐灵,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向门口, 关上铁门后, 我立刻查看情况, 狐灵, 狐灵, 这时, 我的头很痛, 眼前的一切都在剧烈晃动, 我闭了闭眼, 听到有人叫我, 夏童, 夏童, 叫声游远极近, 睁开双眼, 一切都变了, 我竟然躺在卧室床上, 我十分肯定, 此刻我身处幻境中, 眼下师父正赶来这里, 我不确定, 他能不能找到幻境中的我, 没有六灵剑, 无法离开幻境, 不过, 还有个法子, 找到制造幻境的人江, 杀了他, 幻境就能消失, 大舅一家人, 大舅母一死, 范靖和范远都是白江, 大舅父就是人江, 我观察过, 为了迷惑身处幻境中的人, 人江会将身边人一并拉入幻境, 事后再清除对方记忆, 幻境中的范威记忆缺失, 但他依旧是他, 肯定会支持我, 我向范威坦言, 我们身处幻境中, 继续留下来会有危险, 而且, 狐灵中的尸毒, 必须尽快拔疆解毒, 否则将永远变成僵尸, 只有杀了制造幻境的人江大舅父, 我们才能回到现实, 范威和大舅父有血缘关系, 我用范威地写化了张寻魂符, 在点燃寻魂符, 用燃烧的符点燃箱, 跟着箱飘的方向找人, 没想到, 找到的竟然是范靖, 他失血过多, 已经奄奄一息, 幻境里的时间是静止的, 躲在这里, 可以续命, 但六灵剑造成的伤不受约束, 范靖爬到我脚边, 不住地磕头说, 求求你, 救救我, 我摇摇头, 僵尸不入轮回, 灰飞烟灭, 才是解脱, 范靖哭得悲悲戚戚, 我出了车祸, 已经死过一次, 变成僵尸后, 我又活了, 不想再死一次, 我说, 如果人人都这么想, 这个世界会失控, 伦理法治将不复存在, 范威这时猝着没问到, 你们是什么时候变成僵尸的, 最早是我爸, 我是去年夏天, 每个人不一样, 为什么给我喝颤了僵尸血的红酒, 范靖咬着唇, 以后你会知道的, 现在告诉你是害你, 好, 换个问题, 你有没有吸过活人血, 范靖低着头, 不作答, 到底有没有害过人, 你说呀, 范威吼道, 范靖依旧不吱声, 我说道,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只有吸了活人血, 黑浆才能变成白浆, 只有经常吸活人血, 才能维持白浆形态, 否则会退化为黑浆, 范威恶然, 跌跌撞撞后退几步, 被接了牢底, 范靖永怨恨脆毒的眼神瞪着我, 他想扑上来咬我, 可根本站不起来, 夏童, 动手吧, 范威悠悠地说道, 我还没出手, 范靖以肉眼可见地干瘪下去, 他全身像包皮的树枝, 苍白无色, 皮下清金尽显, 血流进那刻, 范靖不甘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面对昔日至亲的尸体, 难过使人之常情, 范威扬起头, 才没让眼泪流下来, 片刻, 他把手伸过来, 取血, 把大舅父找出来, 然而, 没等我找上门, 大舅父已主动进攻, 偷袭不成, 他就跟我近身缠斗, 没有六灵剑加持, 打败人将有些困难, 危难时刻, 我想起古书里一个威力巨大的血腹, 当即沾血在掌心画出符文, 直接对到大舅父脸上, 大舅父愣了一下, 用手一摸, 脸上的肉大块大块往下掉, 他痛得尖叫起来, 双手胡乱扒拉, 想把掉下来的肉再贴回去, 可脸上的糜烂面越来越大, 直至整张脸变成了骷髅, 最后一双眼睛也掉了下来, 失去无感的大舅父像只无头苍蝇, 在房间里横冲直撞, 最终痛苦地歪倒在地, 求我救命, 还说愿意拿到门的一个惊天秘密交换, 我说救你不可能, 但我能让你减轻痛苦, 范威接过话, 什么秘密, 快说, 大舅父犹豫不决, 他脸上的血肉继续消失, 已蔓延到脖梗, 用不了多久, 全身上下就会变成骷髅架子, 那时, 死期就到了, 大舅父苦笑一声说, 十几年前, 有一群道士来灭僵尸, 为保护家族安全, 我把最厉害的两个道士拉入了幻境, 后来, 那时我两任师父, 我急切地问道, 后来怎么了? 后来有个道士被我咬伤, 变成僵尸, 话未说完, 大舅父全身燃烧起来, 他来了, 他回来了, 大舅父被贴了驱邪符, 灰飞烟灭了, 可那丈夫不是我贴的,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还没等我回过未来, 眼前的一切开始坍塌, 幻境消失了, 我松了口气, 终于能回到现实, 如果没记错, 我应该回到铁门处, 狐灵中的僵尸毒, 正等着我把尸毒, 下一秒, 头痛袭来, 眼前支离破碎的场景拼凑, 组装, 再度形成一面密不透风的墙, 糟了, 我又被拉入了新的幻境, 这是作狐, 此时, 我独自坐在竹法上, 狐心风大, 竹法被吹得摇摇晃晃, 我是个汗鸭子, 被困在湖中央, 紧张地手心冒汗, 一只手猛然从水下伸出来, 掀翻了竹法, 我掉进了水里, 落水一瞬间, 我看清了那东西, 是彻底退化, 成黑浆的范园, 它仅有一只胳膊, 可力气极大, 攥着我的脚踝, 将我拖向水深处, 窒息得感觉弥漫上来, 胸口快要炸开, 在我尚存一丝理智时, 我咬破手指, 在掌心画了个血浮, 反手抓住范远的胳膊, 血浮起笑, 范远吃痛, 拉着我横冲直撞, 最后冲向水面, 可她忘了, 外面阳光普照, 紫外线覆盖在范远身上, 凄厉的惨叫不绝于耳, 她想逃回水底, 可我不会给她机会, 又一个血浮打在她身上, 她浑身上下燃烧起来, 残肢烂肉, 噼里啪啦往水里掉, 范远死了, 我浑身虚弱无力, 又不会水性, 慢慢沉向湖底, 肺部生疼, 大脑缺氧, 激进婚礼, 恍惚间, 听到有人唤我, 夏童,夏童, 醒醒, 难道我离开了幻境, 求生的本能, 令我猛然睁开双眼, 此时, 我正躺在湖底, 不远处有个盘腿打坐的白衣男子, 长发飘飘, 俊美绝然, 仙气十足, 他没有张嘴说话, 但我能听到他的心声, 夏童, 为师教过你游泳和潜水, 你忘了吗? 我呆愣住了, 是大师父呀, 可小师父说, 大师父在十几年前自枪死了, 难道, 我死后产生了幻觉? 不对, 他鼻腔里有气泡冒出, 意味着他是活生生的人, 师父, 师父, 我喜极而泣, 不顾一切游过去, 大师父温柔地笑着, 夏童, 为师终于等到你了, 我欣喜若狂, 紧紧抱住他, 我要带大师父离开湖底, 化完血符, 我拉起师父的手, 可他走不了, 我才发现他被一根铁链锁住的脚, 是谁把你拴在这儿? 我用手笔划着问道, 师弟被僵尸咬伤, 事变后袭击了我, 尸毒发作后, 我怕伤人就把自己绑起来, 十几年过去, 靠丹药为生, 尸毒竟然解了, 师父, 您受苦了。 忽而, 我意识到, 小师父是僵尸, 竟然从未有人发现, 藏得够深呀。 眼下, 先带大师父离开吧。 我问道, 如何打开铁链? 用六灵剑, 剑被困住, 召唤不回来, 我内就不已。 大师父蛮唇一笑, 六灵剑是你灵体所化, 人在剑在, 你一定有办法。 经大师父点拨, 我恍然大悟, 六灵剑是我灵体的一部分, 我体内的灵体非常充沛, 完全可以再造一个。 我掐绝念咒, 让部分灵体出窍。 在意念驱动下, 一把新的六灵剑组成了。 我用剑砍断, 囚禁师父的铁链, 然后, 再剑身化上血浮, 挥了出去。 剑气将湖水掀起十几米高的巨浪, 周围的一切都在剧烈抖动, 直指支离破碎。 下一秒, 我带大师父回到了铁门处, 范薇惊喜地看着我。 夏童, 你这次走了好久, 我好担心。 我安全回来了, 狐灵怎么样? 看不好, 身上的黑毛多了, 獠牙变长, 模样也丑了。 我赶紧查看狐灵的情况, 定身符还在, 但快压不住他了。 而且, 师徒已侵入他的五脏六腑, 怕是来不及了。 我自责不已。 大师父说, 让为师试试。 大师父修过道医, 不仅法力高强, 还医术精湛。 我赶紧让开, 请大师父失智。 大师父拿出一颗丹药 给狐灵服下, 很快压制住了尸毒。 狐灵身上的黑毛肉眼 可见地褪去, 獠牙缩回去了, 同人也变成了正常眼色。 范薇担忧地问道, 他多久能清醒? 大师父答道, 休息一日即可痊愈。 我拍拍范薇的肩膀, 放心吧, 大师父医术高强。 忽然, 我闻到一股而烟味。 房子起火了, 大师父也发现异常, 从地下试出来。 我们背着狐灵, 急忙向一楼出口跑。 可火势非常猛, 堵住了所有出路。 比火更可怕的是浓烟, 熏得眼睛疼, 呼吸也十分不畅。 大师父做法灭火, 但失败了。 我画幅打开了逃生通道, 可那些火似乎有主观意识, 不仅灭不掉, 还一个劲朝我们这里蔓延。 我心里咯噔一下, 死乃夜火, 是法力高强的术师放的。 对方来者不善, 分明想置我们于死地。 不管对方是谁, 肯定不是正派人士。 我就地坐下, 双手合十, 换出全部灵体。 灵体幻化为上千把六灵剑。 我又参照古书里的注释, 画了个很厉害的猪邪血符。 上千把六灵剑, 带着猪邪血符向四面八方散开。 方圆百里, 任何妖魔鬼怪都逃不脱六灵剑的斩杀。 片刻后, 夜火逐渐后退直至熄灭。 我们来到屋外, 发现屋前空地躺着个重伤的人。 走近一看, 竟然是小师傅。 小师傅被六灵剑所伤, 吐出很多血水, 在阳光下燃烧殆尽。 看到年轻的大师傅, 他气急败坏。 要不是夏童, 你永远出不了幻境。 大师傅淡淡地说道, 托儿很优秀, 为师该高兴。 呸, 死丫头坏我好事, 早该杀了他。 你以为, 你可以杀得了他吗? 他的灵体世间独有, 威力在你之上。 小师傅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极度又不甘。 毕竟师徒一场, 我走上前去。 小师傅, 范威的大舅夫是你杀的吧? 小师傅吃笑一声, 没用的东西临死想出卖我。 十几年前, 你被大舅夫咬伤, 变成僵尸。 为何能在短短时间变成人僵? 小师傅眯着眼, 答道, 这个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点点头, 他为你陪葬最好不过。 我举起了手中的六灵箭, 僵尸家族被全奸, 小师傅是人僵, 大师傅以十几年前的样貌现身。 以上种种在道门引起轩然大波。 道协会长亲自出马, 携德高望重的长老们找我问话。 我一一作答, 将范威大舅家发生的事河畔拖出, 为帮助导门研究任江。 那日, 我只赐死了小师傅, 并没有令他灰飞烟灭, 还带回了他的尸体。 死后的小师傅具有明显的僵尸特征, 全身长黑毛, 獠牙外露, 眼睛通红, 指甲尖利。 围观的道士们纷纷咋舌。 这么多年, 竟然没发现身边的道友是任江。 可是当天晚上, 小师傅的尸体就不见了。 大师傅皱着眉头说, 看来, 有人对怎么变成任江很感兴趣。 夏童, 新的挑战, 很快就要来临。 我点点头, 看来, 我是要正式踏上天师的道路了。 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东拉西扯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以后有新的故事, 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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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